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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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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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来自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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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朝 确定吗 确定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向前一步走 康熙字典成熟于清朝 好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题 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仔细地看 此时在光亮的鸟头上 飘了一只风筝 先风筝的孩子 无忧快乐 他的心中 此刻正有一个想飞的愿望 就让我们祝福他的梦想 能够乘风飞翔 放风筝是我国传统的 休闲娱乐方式 请问风筝最初 就是最早 最开始是用来做什么的 一 通报消息 就是报信 二 娱乐健身 我选一 通报消息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向前一步走 顶是我国 古代重要的青铜器 你看你都打对了 请问这个顶 它最初 就是最早的用途 是干什么的 一 祭祀用的礼器 二 地位的象征物 三 烹煮器具 就是用来煮东西吃的东西 我知道 它以后是跟这个祭祀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是我又想一想 我还是觉得 三可能比较靠谱 比较靠谱 三吧 在我们中国传统当中 有很多器物 这种物品 最初它都是从一个最实用的功能开始的 最实用 后来演变成了 比如说是地位的象征 祭祀的用品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最初它一定是来自于民间 是实用性第一位 所以你现在选择答案三 烹煮的器具 恭喜你 完全正确 向前一步道路 现在你走到了第五步 第五步你就手握四分 足以在台上落座 现在后面还有 加上现在这部 一 二 三 还有三步 你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来 我们祝你能够走得更远 发题 假如说你要想到图书馆借阅 预言性质的书 预言性质的书 在下列的书籍当中 应该优先选择哪一本 就是你应该选哪一本吧 一 史记 二 论语 三 庄子 我还是选三 庄子 庄子 对 确定吗 确定 论语肯定不是 史记也不是 史记主要是历史的记载吧 论语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 我知道肯定不是论语 你真的很厉害 恭喜你 完全正确向前一步动 说实在的 我看到这位美国的皇伟朋友 在答题的时候 我真的 我感觉 我有一种压力 这种压力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 从美国来的 这样的一位朋友 他对我们的论语那么了解 对史记 对庄子 都是非常的熟悉 我在想 我作为中国人 我真的要好好地 把这些书都好好地读一遍 谢谢你 带给我这样的感受 好 继续来看你的第六题 三更半夜中的三更指的是几点 一 二十一到二十三点 二 二十三点至凌晨一点 三 凌晨一点至三点 我就选三吧 凌晨一点到三点 因为这儿有个三点 三更半夜 确定吗 现在你的 如果不是这个 我就选二 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 这里头也有一个三 也不是因为三 因为我 我记得我学过这个 但是我忘了 知道吧 你老忘了 你怎么在关键的时候忘了 你老忘了 再想想 对 二 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 就是我们讲的三更半夜当中的三更 你的回答是 有一点紧张了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 黄伟是第一个 有机会踏上第七步的选手 你是全场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 有机会站在最深处的选手 只要答对这一题 你就手握七分 我们管它叫 七步通关 那肯定会保证自己 其实现在你的位置也可以保证自己 成为这场的晋级者了 但是我想你也是凡是想做到最好 我们有机会可以做到这场的冠军的 好吧 祝你好运 最后一个题 不要再忘了 不要再忘了 最后一个题了 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在明朝的永乐年间 从西洋归来的郑和船队呢 就带来了一只西方的异兽 叫麒麟 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一 狮子 二 金钱豹 三 河马 四 长颈鹿 第四 长颈鹿 为什么猜到长颈鹿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它最像这个七年的这个样子 最像 最像 其他的都不太像 你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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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肯定不是狮子 也肯定不是河马 它也不是金钱豹 正确 正确答案就是长颈鹿 西部公关 西部公关 你真的很厉害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跟你瞎客气 你真挺厉害 挺猛 能听懂吗 能听懂 你觉得你觉得今天自己发挥的 是超水平发挥 还是就是应该这样 正常水平 正常水平 真的 来 我们到那边去就座 七分 你应该坐在最 最高阶 来来 我们俩一块来吧 哎呀 多好啊 哎呀 这多快乐 我就觉得你的心态 我就觉得你的心态好 包括我们刚才聊天 包括你答题的过程 包括现在 我们仨 手拉着手 多好啊 我觉得就冲这态度 也值得大家掌声一下 谢谢 你是不是觉得有遗憾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很快乐 因为呢 我觉得开心学国学这个节目 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启发 事实上今天 当然是我可以很不小心地 谦虚地说 我是低于水平的发挥 因为我太紧张了 可是呢 没有关系 我相信呢 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 因为呢 我要回家好好的充实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海内外所有的人 喜欢中华文化的 不喜欢中华文化 你都能够接触一下 你会更爱这个国家 真好 真好 你说得真好 在这里呢 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冠军呢 将获得由学大教育提供的 出国游学的机会 好 现在我们还有 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场比赛呢 是我们的港澳台 以及海外的专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云集北京 一百位当中 我们要选出三位 最后一次机会 各位 拿出手中的抢答器 请听题 下列古代名曲 哪一首是琵琶曲 一 石面埋伏 二 高山流水 请作答 恭喜这位朋友 你好 芝萱你好 请问你是来自哪里 我来自香港 香港 好 请作答 我选一 一 石面埋伏 确定吗 确定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雷猴啊 是这样说吗 雷猴 雷猴啊 雷猴啊 雷猴 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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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叫您大老 大楼 大楼 你看现在呢 美国那个大楼啊 他现在七分 他心里美着呢 咱一会儿上去 咱最后 咱起码来个七分 好吗 面中道远啊 对 把面子咱板回来 这样好看 好不好 我就跟你说 我敬礼 我就跟你说 你们都没听见啊 没听见啊 来 一共七步 还是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 请注意 你有一次可以获得援助的机会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用它 好 来 准备准备接受题目吧 好 谢谢 欢迎来自香港的这位女选手 我们来看你的第一题 第一题呢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 老物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句话谁最早提出来的 一 孔子 二 孟子 我想寻求场上观众帮助 好 如果同意第一个答案就是孔子的请按键 那我选择二 孟子 孟子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向前一步走 谢谢 来看第二题 成古 直尺天涯当中的直和尺 都是古代的计量单位 其中直和尺哪一个更长 一 直 二 尺 尺 尺要更长一些 你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尺是多长 二 尺 大致感觉一下呢 尺 一米 比一米少一点 比一米少一点 对 没错 比一米是少了一点 尺 尺是八寸 尺 尺是多少呢 尺是十寸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向前一步走 继续 来看第三题 前几个积分是两分 草书 行书 楷书 历书 四种字体当中 哪一种是其余三种的起源 一 草书 二 行书 三 楷书 四 历书 我选择 我选择 历书 也就是草书 行书 楷书 都是在历书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 确定吗 应该确定 应该确定 平常是不是也写一写毛笔 有练过但是放弃了 有练过 有练过就好 有练过就好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谢谢 向前一步走 只有你迈过这一步 走到第五 手握四分才有资格坐上去 明白吗 所以这一步其实是最关键的 很重要 好吧 来 这道题很关键 吃年糕 这种习俗 与下列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一 无子讯 二 范李 三 屈原 我记得第二位人物 他最后归隐了 归隐珊瑚了 我选一 吴子絮 确定吗 确定吧 曾经有一位 有一位哈 我觉得他特别英明 有先见之明 但是呢 他被小人害了 被小人谈言之后呢 他就被杀了 很可惜 但是他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什么呢 他告诉他的部下 他说 如果哪一天 你们没得吃的时候 打起仗来 没得吃的时候 就挖地三尺 在地上就会挖出 可以吃的东西来 果然有一天 城被围住了 怎么办呢 于是士兵们想起他说的话了 就开始挖挖挖 挖地三尺之后呢 发现挖出很多砖来 这些砖是用什么做的呢 用糯米做的 然后就帮助大家渡过了这个难关 这一位就是 吴子絮 恭喜你 继续来看下一题 第五题啊 大才小用 古所探 管仲萧河 石流亚 是路由的一句名诗 其中大才小用 形容的是下面的哪一位人物 一 韩玉 二 星气级 三 庞统 四 宋玉 二吧 选择答案二就是星气级 确定吗 不答确定 告诉我确定吗 确定吧 把这个八字去掉 说确定 恭喜你 回答完全正确 现在答题的感觉是渐辱佳境啊 现在是第六题 这道题要仔细的看一张图 看过这个吗 但是我知道是什么了 认得出来这是什么文字吗 甲骨文 完全正确 甲骨文呢 是最早在哪种物品上发现的 四种物品供你选择 一 青铜器 二 药材 三 墓碑 四 竹简 这甲骨是 诶 二 怎么一下如梦初醒的感觉 甲骨 以前应该可能把这个作为 甲骨作为药材 可能是作为药材 这样 确定吗 我确定 确定 答案是二 药材 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向前进步 多差一步 站在第七步上 需要你更加的从容 下列哪一个成语典故说的是 吕不韦故事 一 一字千金 二 一诺千金 三 一饭千金 四 一致千金 嗯 我有印象 好像是一 一字千金 一 一 恭喜你完全正确 谢谢 本场的第2个 拿到7分 满分的选手 来 我连你过去 不过很可惜的是 我们的32号 易克人 易克人 易先生 我觉得你今天特赚 是吗 你看 你第一个上来 最后一个离开 你是完全享受整个比赛过程的选手 你在那看 尤其最后一个 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他只要比你分少 你已经能坚持住 结果他一路 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我不服 再来一个吧 没关系 玩得挺开心 现在可以专心致志 准备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 而考试的任务在身 最后有一个不情之请 既然你是以快乐为主打的 快乐学国学 你是有国学又有快乐的氛围 你又有口气的这个绝技 大象刚才不算 最后 去模仿一种声音 最能表达你今天来参加比赛的心情 我这都随便 耍几句声音 耍几句 谢谢各位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动听的声音啊 以后有你在什么音响都不要了 乐队也不要了 大象也不用请了 你都一个人担任了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再见 考试一定要成功啊 祝你有个好分数 好 我现在要请上 我们英雄座次上的 三位英雄有请 两个七分通关的选手 还有小宝贝 七号他也拿到了五分 都相当的厉害 那这场预选赛 到这里就结束 下一场我们将为您奉献的是 本次开心学国学第一场 副赛尽请留意 对 在我们世界各地 600位选手当中 我们脱颖而出了18位选手 我们要在这18位选手当中呢 继续来进行国学的比赛 好节目在后头 期待着您的光临 期待着您的参与 朋友们再见 再见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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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你 这是真棒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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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探戏牡丹 一挥挽车上 一横长成长 一树子啃墙 一花叠成霜 一片雀桥梢 一走 一树又将那 一片鲁楼梢乡 冬香 冬香却执鱼 倾气树花长 空窃涂南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